國民大會二零二零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快按右下角訂閱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和我們一起討論最熱門的新聞議題 三島超人嫌犯陳同佳在今天出獄了 他一出獄立刻就表明 願意到台灣來投案 不過他的牧師下午說 擔心他成為政治籌碼 可能暫時不會來台 是 我們的政府的政策 一直不斷的大轉彎 而且今天還大動作 派了檢調三人組 跑去了香港說要逮人 蔡總統甚至說 只有逮捕沒有自首 這件事情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處理 中華民國台灣又出現了 對 這個政策變來變去 彎來彎去 那韓國瑜今天也說 這個政府的法夾彎政策 實在太明顯了 看來就是自己人在誤導自己人 那柯文哲也說 這個民進黨是看暴治國 你們的中心思想就叫做民調 因為跟著民心不斷的在轉變 是 淑慧 是不是他們的中心思想 蔡政府就是看民調 而且這邊講了 其實韓國瑜說了 自己人誤導自己人 他是在講誰 蘇貞昌還是許國勇 誰被誤導 沒有 他就是像 賽斯斷橋事件一樣 說他們又自己誤導自己了 應該這麼說 讓人家很遺憾的是 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行政院長 我們的內政部長 他跟我們一般人是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三個都是學法律的 所以很遺憾 他們的政治腦 凌駕他們的法律腦 完全在這件事不考慮 法律的專業的問題 大家都覺得很好笑 一個在台灣殺人的人 他要回來台灣投案 第一時間我說我不敢收 我不要讓他上飛機 好啦 然後發現風向轉了以後 他又說 我要派人去逮捕 但有沒有想過 如果香港真的讓台灣派檢警 去逮捕的時候 以後香港也說 我也要來台灣逮捕 那就真的是一個中國囉 然後第三個 現在又終於開放說 好啦 你自由行 所以一變再一變是為了什麼 就是因為風向 因為連年輕人 連網路上很多年輕人 都在說說 為什麼在台灣殺人 不用在台灣審呢 在我家殺人 不用在我這邊來審 不用再被我懲罰 所以今天蔡英文跟 整個執政黨 他們已經沒有所謂的政策考量 或是法律的考量 完全就是在看 那個政治跟選調 是 對 所以一開始說 不讓嫌犯入境 後來又說可以零歸辦理 今天下午又變了 說可以讓他來 以自由行的身分來參選 現在連香港人都無殺 你們台灣的政策 怎麼亂來亂去 我們先來看一下 港府在昨天半夜 發出了一個聲明 就是說這一次 這名嫌犯他自願到台灣來自首 他出獄之後是自由人 所以香港政府 無權施加任何的強制措施 那他也呼籲台方 就是台灣方面 如果要處理他的自首案的話 應該立即取消 對他的入境管制 才不會讓通緝令自相矛盾 那當然這個入境管制 在今天取消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陸委會跟內政部 如果大家有意象的話 這兩天不斷的改變他們的說法 那到今天白天的時候 他還說必須他要進來的話 要林貴申請簽證 但是在今天下午又說 可以註銷他的簽證的註記 也等於說他可以用自由行的身分 可以進來了 所以想請教一下明嫌 為什麼這樣變來變去 是不是陸委會跟相關的單位 是不是一開始是誤判的情勢 陸委會跟法務 到底變了幾套說法 六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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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不止 搞不好 現在可以讓他自由行來 明天搞不好又另外一套 搞不好待會就變了 我看今天記者很痛苦 寫好了之後 明天標題又會 塞太多套 荒槍走板 他還有開國安會議 連國安局長邱國正都有參加 在立法院都有答詢 然後每天變法 變那麼多 反正不管怎麼變 我只問一個事實 陳同佳是什麼身分 殺人嫌犯 中華民國的通緝犯 對 他不是香港發佈的通緝 也不是大陸發佈的通緝 市林地檢署 是我們市林地檢署發佈的通緝 好 如果香港說 一案不良審 他在香港服刑之後 他香港不是服殺人犯 他香港是用洗錢案 來台灣是不是服刑 殺人案是不是要來台灣投案 結果現在不讓他來 然後反反覆覆 然後蔡總統今天還出來開記者會 說所有蔡正如的做法 都是要彰顯司法人權 我看是彰顯你的選票 還是彰顯你的政治考量 荒槍走板 第一個 國安到底怎麼處理的 第二個怎麼面對這個議題 第三個你是要彰顯司法人權 還是要彰顯你的政治考量 這問題很多層級可以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民黨整個我覺得 整個都是政治考量會大扣分 如果他明天又變一套說法說 你自由行來 到底是誰要把他擠壓 誰把他扣留 他的證據 殺人犯證據都在台灣 不在香港 所以這議題我覺得民黨 真的好好想清楚 統合一套說法在對外說明 對 而且現在蔡政府 他的政策一變再變 等於是打臉蘇貞昌跟徐國勇 一開始所講的話 所以想請教主大 為什麼我們昨天會半夜 好像派了檢察官跟警察 大動作到香港去了 沒有 我覺得蔡政府 這一次的整個SOP 就叫微整形式施政 微整形式 你早上的時候聽他講一套 中午的時候又換一套 下午的時候再換一套 我這樣講 各位 我們剛剛到五點的時候 還在更新蔡政府對陳鴻家案 到底簽證是什麼態度 中午的時候徐國勇還出來講 那難道他來這邊是商業嗎 是觀光嗎 所以不能落地簽 那結果現在又變成 促銷助記就是可以落地簽 自由行來台灣直接到海關口就好了 那到底怎麼搞的 我們的內政部長 搞不清楚自己業務嗎 還是我們的陸委會 沒有讀過法律相關的點擊 我這樣講 我個人真的對台灣的國安 非常感到擔心 因為如果我們的國安團隊 是這種爛樣 就是泥出來各種各樣的模擬 沒有一個能打的 昨天晚上陸委會說要派人去 對不對 請問陸委會沒有讀過書嗎 台灣跟香港沒有任何司法 互助協議的時候 你能夠派人去那邊執行 台灣的公權力 那香港派人來台灣執行公權力 你說好不好 當然就不好 你明知道不好還要派人去 第一個請問機票錢誰出的 你要出嗎 徐國勇要出嗎 第二個這些人在上班 你明知道不行 派他們白跑一趟 是不是浪費我們公務人員的時間 第三個我們假設前兩個都是意外 就是他們真的 陸委會真的蠢到不知道 派檢察官跟警察去那邊 一點用都沒有 港府絕不可能同意的話 那好 請問這個丟不丟人 港府會怎麼想 你貴國的陸委會跟內政部長 和行政院長 連屬地主義是什麼都不清楚 連你們家的總統都說 香港不管我來管 那是因為台灣是原則屬地主義 重大案件的時候是屬人主義 所以如果我們的人在香港殺人 我們可以辦 但問題是香港是百分之百嚴格的 屬地主義 你只要不在香港 他完全不能辦 從去年到今年 香港本身的法律界也在辯論這件事情 他們甚至說要修法 但台灣的新聞稿裡面 竟然把要修法這件事情 變成現刑法 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是沒有讀書 搞不懂法律 還是看不懂教科書 或者是陸委會跟國安團隊 看的刑法跟法律的教科書 跟我是不同本 也許他們有一個簡明版 把所有違逆蔡政府的條文 都刪掉了 所以你覺得昨天在抓人的事情 是不是一場演戲 我覺得擺明就是演 就是一個演戲 這是一個很愚蠢的事情 就是如果有一隻蟑螂 在我家偷吃的東西 那我想要打牠 結果牠跑到樓下鄰居的家裡去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跟樓下鄰居講 因為那是我家 犯罪之後跑過去知道我要進你家 那當然不行 除非我們有這個協議 那你如果連蟑螂的類比 你都理解的話 你怎麼會覺得你的檢調人員 可以長驅直入 直進香港把逮人 我講白了 如果香港同意你這樣做 請問中共是不是可以派武警 派他的警察去香港直接抓人 我們以前就反對 我們就反對這種事情 結果你覺得台灣可以做 這到底所為何來 我最後還是要講 請問我們的國安團隊到底在幹嘛 你演你的半天 演你出這個解決方案 是不是故意要陷害他 等等 我跟你講 國安團隊不及格 但選舉表現很及格 因為你一出來的國安團隊 這些方案根本不可行 可是你演給大家看的時候 大家覺得有認真在做 蔡總統講了很多空話跟口號 有要伸張正義 拜託 幫幫忙 最早的時候被誰誤導 是被蘇貞昌誤導 蘇貞昌說這個背後有陰謀 所以我們不能怎麼樣 然後徐國勇法學博士 我不知道蔡政府要不要注意一下 你們的這些人的畢業證書 是不是用雞腿換的 重新審議一下 否則怎麼會 怎麼會連屬地主義 跟香港都搞不太清楚 我覺得主要是喪失了 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是 說來丟人 我們的政治實力 沒有比人家好 可是我們的法律常識 知識也比人家差 怎麼會這樣呢 有志 其實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很重要的一點 朱達也說了 我們派人過去對岸 去香港想要抓人這件事情 對 其實很奇怪的是 對方根本也沒有 好像沒有收到我們的知會 我們就派人過去了 可是我們知道我們 台港之間是沒有引渡條例的 如果發生刑事案件 該怎麼辦 我知道2016年發生一個 非常恐怖的水泥風濕事件 當時你好像也有參與 不是我犯的 不是我犯的 我意思是 好像兩岸有交 就是有跟台港之間 有交換一下 講這個故事之前 我先講 現在荒腔走板 他們現在派這些檢警 不到香港去押解 押解叫什麼 後面通常接人犯 對不對 通常也是表示 陳隆佳他是人犯 才會去押解 對 我們可能大不了 我們有布魯伊斯威利 可能又有那個最強 地表最強老爸 所以翻到香港 去把人抓回來有可能 可是問題是 現在你自己移民署 又註記他 他現在是自由行 也就是他自由人 他是沒有罪的人 你怎麼去押解人犯 你告訴我 整個全部荒腔走板 你講到剛剛香港 那個就是這樣 那個故事 我們人民不重要 這幾個人欠人家 一個人欠人家 幾個人欠那個人錢 結果他把他宰了 宰了之後 用水泥把他封起來 這個叫什麼 全灣的那個什麼 這是2016年發生 全灣封屍案件 很多名稱 反正他為什麼叫石棺 就是他把水泥封起來 像一個棺材一樣 然後他們在吊的時候 因為警報 嚇了一跳 趕快把這個東西藏起來 這群人 殺人的 包括一個女孩子 全部跑到台灣來 旅遊的名義 跑到台灣來 要躲 跑到台灣 躲沒多久 後來就被發現了 他整個都被發現 怎麼辦 現在加上 剛好有人說 這個人不見了 香港就發現 有一個水泥封屍 挖到了 嫌犯怎麼辦 不見了 剛剛好台灣 那個女生嚇到了 他怕也被這些分屍的男生們 滅口 被滅口 他是共犯嗎 那個女生 是 起因是因為他 因為中間感情糾紛 因為欠錢 那個殺人動機 拆殺 仇殺 錢殺 這個女生嚇到 他想說 你頭可以把這個人殺了 你因為我 會不會因為連我也都宰了 所以這女生 趕快自己跑去 跟文安分局說 我是香港 就是最近那個 香港在找人的群人 其中一個就是我 因為那個三個男的我知道 可是台灣怎麼辦 就算抓人 我們也沒有司法護住 剛才錢自己說沒有司法護住 怎麼辦 沒有引渡法 沒有辦法就是有辦法 那時候我們想了一個辦法 我們 他既然進來對不對 我們先把它注銷掉 因為他有簽證 我說你簽證過了 而且你有國安疑慮 因為香港都有新聞 說你們可能是嫌犯 把它注銷掉 住了以後怎麼辦 過期了 預期居留 預期居留 就把它送出去 不肯我們的事 但是這過程有這麼簡單 預期居留送過去 就沒了 這次想 老百姓想很簡單 把那個陳農家抓過來 不是 我跟你講 我拍過你知道嗎 那個家押解人犯 是把它送到空橋 因為飛機直行國土 我把中間只有空橋 可以比較算第三地 賭神不是交過嗎 公海殺人無罪 到空橋上面 那個人我們得看著他 上 所以那時候是國泰航空是不是 對 國泰航空 我們訂了一台飛機 然後我們警察 就一路把它壓著 上了空橋之後 我們看著他把它壓上飛機 那還是台灣領土 那怎麼辦 香港派了20個警察 訂了20個位置 到飛機各個角落去盯著他 全部盯那個角落 一直在那邊20個 所以看到飛機很吊詭 一堆人坐飛機 但有一個人一直被看著 一路到香港之後 才能動手 因為那飛機還是台灣國土 不行 到香港馬上把它抓起來 等乘客下完之後再動手 我拍過很多也都是這樣 那個夾的文件有多少 你知道嗎 那個層層關卡 又要蓋章又什麼的 所以這是沒有法律的狀況 是用默契的方式來達成任務 對 雙方是有默契的 是這樣子吧 台灣就是要逼香港 跟我們搞一個這個 我跟你講一搞一搞十年 就香港不理我們 這怎麼可能 你要搞十年 陳同佳要在香港單十年 整個都會被國際嚇壞了 你知道嗎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事件 交易所最新的盤價走勢 在這個大選的事件部裡頭 蔡英文跟韓國瑜 現在其實來到兩個人的價錢 價差非常低 市場價值 對 市場價值只有3塊2主打 這個好像是近期來 他們的市場價格最接近的一次 不過這個時間點 也剛好是在我們討論的 陳同佳案發生的時候 所以我可以解釋說 這是這個蔡政府的手足無錯 所以她的市場價格變低嗎 我們上次還是再提醒大家一次 這個電話民調是比較感性 就問你喜不喜歡他 要不要投他感性型的決策 但未來事件交易所 比較接近股市 是理性型的決策 所以理性會導致最近 在沒有重大事件 只有陳同佳事件的時候 雙方的價差拉近 很簡單就是你處理不行 也就是蔡政府處理這個東西 不管他多麼會改圖 多麼會貼口號 說什麼香港不管我們管 香港管 問題他屬地主義他沒辦法管 就是這個法律能力不好 你可以用貼圖來蓋過去 所以我想很多人願意當網紅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一次造成的 未來事件交易所 他的價格 這個蔡英文總統到51.68 跌了大概2點多 那韓國瑜市長上升了 則是大概2點多 剛好雙方做一個小小交換 所以非常接近原因 就是處理不好 導致民眾喪失信心 那所以在一個理性決策 過程當中 大家會覺得 蔡英文表現不好 所以蔡英文要扣分 那韓國瑜表現 沒有不好的話 那他的勝率就增加 所以會有一升一降的狀況 是 淑慧 你覺得這個事件 對蔡綠營的選情 是不是有所影響 其實當然有影響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 未來市交易所的價錢 蔡英文是往下的同時 韓國瑜有一點點往上 所以才會接近 其實我們 大家一直都很好奇 就是為什麼蔡政府 在經歷這麼多出包的情況之下 他的民調一直是維持一個高點 這個是完全玄機史上 大家沒看過 玄機史大家說犯錯越少越好 可是我們看整個民進黨政府的犯錯 從絲燕案到三百萬到斷橋到斷交 到現在論文門 論文門那個是民進黨打的 然後再來到這個 頭案 對 陳同佳事件 沒有一個月 沒有一包 所以我不知道說台灣民眾之前 對他的高信任度是來自於哪裡 可是大家知道 這個高信任度總有一次會摧毀 而且這個一摧毀就蹦蹦蹦蹦 因為我一直在忍 好啦 那你辣 因為像你絲燕案之前年輕人 就在批批這樣怎麼講 雖然絲燕案很可惡 不過為了不要讓台灣變成香港 我們就忍了吧 我真的看到這種留言 好啦 絲燕案我忍你三百萬 我忍你 然後斷交 我再忍你 忍到什麼時候 這個信任是會崩毀的 只是看什麼時候而已 那今天陳同佳這個事情 為什麼蔡英文一係數變 民進黨轉得這麼快 髮夾彎都沒有他那麼快 簡直是賽車那樣子的快 為什麼 因為就看到說 怎麼這麼快第一次 有事件發生的時候 終於在這個上面 不管是網路的言論 或者是未來世界交易組 居然出現波動 有反應 對 那是代表什麼 代表他之前的那個信任基礎 一步一步的摧毀以後 是不是開始動搖 那一動搖以後 是不是就一卸千里 所以我覺得現在民調 已經進入一個非常好玩的區域了 之前是韓國瑜你怎麼打 你怎麼打 你怎麼打 他都是不動在這裡 他跌跌跌沒有錯 可是他已經 誤化很久一陣子 然後蔡英文 你再怎麼樣做秀 再怎麼樣嗆辣 他也到這裡 我們就看未來80天 到底會不會出現黃金的避轉 對 不過民進黨 還有一個危機 就是雲林縣的副議長 蘇俊豪 他在昨天閃電 退出了民進黨 而且他說不幫小英服選 是不是國民黨撿到槍了 以及韓國瑜接下來 有沒有可能在雲林翻轉選情 廣告過後馬上回來